一开始呢,我们量子力学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先提供一个概念,一个数学 这个数学呢,有一种操作的方式 那这个操作啊,符合一些规则 那这样就好,那为什么要有这些操作方式呢? 因为刚好这些操作方式啊,跟量子力学里面所进行的 这个物理的特性呢,吻合 OK,就是这个样子而已,就好像我们说 F等于MA,谁规定他F一定等于MA 所以说你不信,你拿个东西丢下看看 他一定往下掉嘛,对不对 那在我们搞不清楚他为什么往下掉之前 你就管他,先写一个公式好了 这公式注意描述他了,就成了 我们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慢慢的再来研究 所以一开始呢,我们要讲一个叫Vector Space Vector 所以呢,Vector Space 什么叫做Vector Space 有什么又叫做Vector Vector是什么?大家都很清楚嘛 Vector就是有一个量跟一个方向 所以基本上呢,你这边呢 大概就是这样,这个叫做Vector 那Vector你不会只是这样定义啊,对不对 因为紧接着你会告诉人家 这个Vector有什么特性 你如何操作它 那这操作的本身就是一个数学的过程 比如说好了,我们这Vector 假设是在卡式坐标系统 那你就知道A啊,可以写成怎么样 后面这个,是一个独立的坐标系统 所以呢,你只要把A呢,投影在每一个独立的坐标系统上面 那AI就是它的量 所以呢,你把每一个投影的量呢 在各个坐标系统上面把它加起来 就变成这个向量了 哦,这个太简单了 Everybody都知道 但是呢,我们不只是这样子表示 我们可以有其他的表示方式 把这个Vector越来越抽象的形式把它呈现出来 因为我们要了,只是它的一个过程 好,比如说它有什么过程 很重要的 A加上B可能会等于C啊 对不对 好,那C是等于什么 C当然就等于每一个A的 在每一个坐标上面的分量 两个相加 再成长单位坐标 这样就好了 这个就是它规定的一个操作方式 那你有了这些之后 我们能不能给它一个比较抽象的东西 OK 有个叫Object OK,我们也知道它是Vector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暂时呢 先给它一个 比较虚拟的一个东西就对了 OK 那这个东西呢 我们就给它一个符号 叫做怎么样 这样子 假设学过量物人都知道这个是Kids 对不对 我们就写有个V 然后呢 左边一个直杠 右边一个箭头 Alright 那么 你有V 你可能也有什么 有很多嘛 有W啊等等的 这些都有啊 那么 假设 你把它想象成 它也是个向量 那我是否也可以把它投影在各个 独立坐标系统上面 然后变成一个SUM嘛 对不对 那我可不可以写成这样子 我就把它写成这样 那就代表说 这一个 抱歉 这W 我就写W好了 这个W的这个向量 我把它投影在每一个单独立的坐标系统上面 然后把它的强度写在这个地方 这样子也可以啊 那我照样也可以遵照的这种加法 对不对 我也可以写成这样 把这个叫做Z 或者是整个展开来 它就会变成什么呀 Vi 再加上Wi 再i的 你看完全都follow 对不对 但事实上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这个只是一个概念而已嘛 那我能不能也找到另外一个概念 跟它一样的呢 一个矩阵嘛 这个矩阵呢 比如说好了 我可以把一个矩阵 它有很多个分量 我可以把它写成横的矩阵 我也可以把它写成重的矩阵 随便啊 这个只是单独一条了 我可不可以写成一个方形的 可以啊 这些都可以符合我们要的 比如说我相加 那我可不可以把这两个相加 我V把它写成直的 再加上W W2 也把它写成直的 那么加完之后呢 一定是两个系数相加嘛 对不对 我可以这样子做啊 所以这个没有任何问题的嘛 那事实上不只是这样 我可不可以 说我有个叫做方形的东西 双方形 很简单很简单 F of x OK F of x 所以我可能有这个 或者是这个 我可不可以把这两个相加 可以啊 也就是说 它的形态是很多的 只是我们最熟悉的是向量 所以你凡事回到向量来思考 它就变得很简单 OK 只是要小心 有些时候这个运作上面不太一样 好 那运作的法规 那就大家就要各自去学 信心代数这方面的 OK 那么 什么叫做Vector Space 我们这边要定义一下 我们才知道我们要如何操作 符合这个操作了 都可以组成一个Vector Space 那我这边有四种东西 我四种东西 可不可以按照这个操作的方式 都去组成各自的Vector Space 所以它可以有不同表现的形式 但是呢 特性都一样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看 什么叫做Vector Space OK 它基本上呢 我们从我们课本的Definition 1开始 假设有个Vector Space 我们一个V呢 旁边我给它再多加一杠 好像一个特别写的一种V 它是一个Linear Vector Space OK 好 什么叫Ninear Vector Space 这个Space就是个空间 空间一定有什么东西所组成的 对不对 像我们现在的空间呢 三度空间 一定是有长宽高组成嘛 你也可以说 我未必要长宽高啊 我可以随便 找几个向量 管它三七二十一的 我也可以组成啊 因为由这几个向量 我加来加去 我就可以把空间当中 所有的量通通定下来 那么它就形成一个空间 所以它基本是一个collection 一个set 比如说呢 里面包含了 一大票的东西 比如说有很多 OK 那么在这个space里面 在这个集合里面呢 那我们就把这里面每一个东西呢 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object 比如说像我们中间讲的object 它可以当到一个object 或者呢 你把这个object呢 把它叫做vector 也可以啊 因为vector我们熟悉嘛 用这个名词好像蛮好用的 或者呢 它只是一个项目而已 里面的一个单元而已 总之 你有它来组合成一个东西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东西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在古典力学里面的例子 各位都学过很简单的 减血震挡 减血震挡 你怎么去描述它 你怎么去描述这个物质怎么动 你可不可以用写F等MA 当然它一定适用嘛 全部都适用F等MA 我能不能写出 另外一个方向式来描述它 当然也可以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当我们研究减血震挡的时候 我们马上就发现 我们感兴趣的是什么 它的共振频率 那你怎么得到共振频率 那它如何震挡 所以这是一颗 那假设两颗呢 两颗你怎么办 两颗它也会各跑各的 我可不可以 我研究这个就好 完全不管它 那势必不行嘛 两个它们都连接在一起啊 所以最后面你发觉 你感兴趣的是 它们两个共同运作的模式 什么叫共同运作的模式 就是它们有共同频率的震荡 整个震法 对不对 所以在古典力学里面呢 我们叫做normal mode 你就可以解除它有什么特色 它在量子力学里面也是一样 一个系统里面 一个原子里面 这么多电子 有没有可能 你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各跑各的 这不可能嘛 所以你一定要找出它一个共同的模式 这个模式注意描述它 那我们就发觉 它跟这个操作非常像 好嘞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组合呢 它一定要吻合某些东西 第一件事情 一个呢 非常明确的什么 加法 一定要很明确 这个加法一定要很明确 所以怎么规定这个加法 我反正就是 看看是怎么样嘛 第二个呢 它要非常明确的一个规则是什么 Fall Fall OK 你对于这个东西乘上一个常数的时候 一定要很明确 它的操作过程要很清楚 所以这两个一定要定义下来 这一定义下来之后呢 我们就会有很多个 它必须要遵守的东西 第一个 closure 一个密闭性 也就是说这个set 本身一定要密闭的 它一定要能够close 什么叫close 什么叫close close的意思 它是这样子定义的 假设你把任意两个相加 任意两个相加 加完之后呢 它一定要怎么样 还是属于原来其中的一员 就像我们三度空间一样啊 假设这个叫X 这个叫做Y 我可不可以X加上Y 不管你如何加 我可以乘上一百倍 乘上一倍 我不管怎么加 加完之后都是在这个面上面 这个面的本身就是一个space 二度空间的space 对不对 但是我不需要定义一大票东西啊 我只需要定义两个最简单的其他 有它加减乘除就可以了 但是真正做的这个set 是整个所有的都有 所以它告诉我们说 只要这个是个space 我这里面任意两个相加 的结果还是在这里面 ok 好 再来一些呢 就是很无聊的事情了 ok 大家都知道了 distribution distributive的规则 比如说你把一个常数乘上 两个单元 两个向量 那么就相当于这个常数啊 个别乘上个别的向量 和就是这样子 这个没有什么嘛 对不对 当然呢 我可以说我有两个常数 乘上一个 那么也相当于它怎么样 分别乘上这个向量 ok 它也有什么个性呢 associate 假设A 乘上个B 再作用在这个向量上面 那么事实上这个刮虎啊 你取消掉 道理是一样的 ok 这个是没有变的 那么假如说呢 你把三个向量 比如说这个向量加上 后面这两个先加 那你其实可以排列组合啊 我说前面两个先加 之后再加上后面这个 也可以 这些都没有任何问题 ok 你也可以有交换率 但是这个交换率仅止于加法 记住哦 你不要拿乘法来哦 他这么讲的是加法 假设W V加上W 其实跟你颠倒 W加上V啊 是一样的东西 alright 之后呢 他还要定义一个什么叫做0 所有的东西都要定义 有个叫0 0的意思就是 你任何一个向量 加上这个0的之后呢 就等于自己 当中这个叫no ok 之后再介绍一个 inversion inverse inverse under addition inverse under addition 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假设你有一个东西 是V是你自己 你加上你自己的inverse 假设加上自己的inverse 我用这个符号 这个叫做inverse 好吧 ok inverse of v 假设是这样 他得到的结果呢 一定等于0 这个就是定义出什么叫做inverse 那这其中呢 我们这些常数项啊 其实我们给他有个名称啊 这些常数 我们给他个名称叫做什么 fears feared ok 假如 if 所有的fears 都属于实数的范围 也就是你前面所成的那些常数都是实数范围 那么就告诉我们说 你这个时候的这个vector space呢 本身是实数 假设你这个fear是属于什么complex 负数 那么这个呢就是负数的空间 但是你要知道实数跟负数啊 在这些表现上面是不一样的 因为对一个向量而言 它一定要实数 你告诉我 有没有一个向量是负数的 那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啊 对不对 但是呢 负数是更加genal啊 所以有的时候 从这边来看 诶 这边可以给你一些idea哦 我可以把这个东西 我们称之为object的 或者vector的 它本身可以是什么呀 负数 因为它只是个概念嘛 不管我们采取的是哪一个概念 你都要遵守 我们大家所得到一个共同性的约定 这些操作方式 就可以了 OK 好这个讲解好像比较抽象一点 对不对 不过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来看看 打几个例子来看看 比如说以 metrics来讲 好了 这边已经有相加了嘛 对不对 这边已经有相加了 那我们来看看一个例子 假设有一个 collection of of all entities 我们刚刚 OK 我们看看这句话到底是在 这句话还没有完 他在讲什么 collection 一个收集的集 那是不是相当于这样 所有的entities 什么是entities 这个collection里头的每一个项目 我都称之为entities ok of the form 假设它有这种形式 A B C 也就是每一个 比如说 比如说1 1呢可能是 100 假设 2 可能是什么 0 1 0 3 可能是 003 对不对 可能是这一些 杂七杂八的东西的 ok 总是每一个entity呢 都相当于它 但是其中A跟B跟C啊 A B C啊 通通都属于实属 那么我们想问一件事情 它能不能组成一个 Space Vector space Ninium vector space 可不可以 啊 我们怎么知道它可不可以 右边整个的规则 它在告诉我们 如何规定 你要是试一定有什么特色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来知道它 这里面最重要的只有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什么 相加 夹完之后还要在它里面啊 第二件事情就是你要乘上一个 一个常数啊 ok 看看它的操作是怎么样子 ok 那么假设它的操作完的东西 也是要在 这个里面 那就很棒了 好嘞我们看看 假设是这样我们先 做操作 做两个操作 ok 第一个操作 是不是要两个相加 所以啦 我们要是A 加B ABC的这个 再加上D E F的 这要怎么相加 根据我们 上面所熟悉的这些加法 它一定是各个component相加 它会形成这个 这个 是不是也是它的形式之一啊 对不对 比如说好 我这个叫100 管它的 这个叫010 好不好 我加起来结果是不是110 110是不是 在这个collection里面 是啊 所以 这个 吻合第一个条件 它也属于这个collection ok 所以第一个呢 ok了 第二个 我们来乘上一个东西 比如说有个常数 有个field alpha 我乘上ABC 它得到的是什么 alpha乘进去 好假设ABC是100 那我alpha乘进去 我会得到alpha00 alpha00是不是在这个collection里面 是啊 因为这个collection是指说这边ABC 是任何ABC都包含 它都收集起来 那alpha00 只要alpha属于时数 就是在这个collection里面 那么这个是我们说 ABC 它会形成一个linear vector space 它就可以了 它就会等于Avector linear ok 就是这样子 我可不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 比如说有个例子是这样 我会用另外的颜色 假设Acollection of 看好 A B 1 第三个数字 我一定规定它是1 它会不会形成 那A跟B都可以嘛 你可以临到无穷大 负穷大到中无穷大 负穷大到中无穷大 这个collection也是无穷多个 只有一个要求 第三个数字一定要等给你 好 请问一下 它能不能形成一个linear vector space 可不可以 猜猜看 为什么 我这边说可以 我一定会举个不可以的嘛 对不对 这个B神经猜都可以 对不对 那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我执行这两个认证程序 第一个 我把两个vector space相价 比如这个A B E 再加上 D E E 因为它规定E8一定要E嘛 我只要A不等于D B不等于E 这样子就相当于两个嘛 或者是 反正只要他们两个有个地方不一样 就代表两个不一样 加起来结果等于什么 A加上D B加上E E加上E 变成什么 变成2 虽然说前面你怎么加 都是属于一个数字而已 第二个怎么加也是属于一个数字而已 好像都OK 但是第三个出问题了 它跑到2 告诉我这个定义里面有没有可能第三个数字有个2的跑出来 没有 所以它就告诉我 这种定义它不会形成一个linearvector space OK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好 再来 同样的一件事情 假设是一个function 我怎么样来看待它呢 它能不能运作 吻合 假设我有个function OK a collection of 这种形式 这种形式 也就是说我可以是 只要是x的函数就可以了 我可以把不同的函数 规定不同的名称 一个叫fx 一个叫gx 一个叫hx 一个叫ix 一个叫m 管理的 反正它可以定义出一大票东西出来 对不对 只要是x的函数 我就把它collect 起来 假设 这个东西呢 有一个范围 它规定 这个函数只能够存在这个范围 它会不会形成一个linearvector space 会不会 会不会 当然会了 因为呢 我去执行认证fx 再加上gx 它可以写成hx 只要它有效空间在这个当中 这有效空间在这个当中 加起来结果 有效空间也是在这个当中而已 我没有规定在这个空间当中 什么地方 它一定要什么值 我没有规定 我可不可以直接就把它乘上一个 一个系数 可以啊 我一乘只是整体放到 对不对 所以假设呢 我这个就代表 我从0 到达l 这当中任何函数都可以啊 比如说我可以有这种函数 或者是 这一种函数 或者是 呃 这种函数 都可以随便你定 也就是说我这些函数 有各种的 符号 但是都是x函数 都存在这个空间 这样就好 我不会加一加跑出去 跑到旁边去了 不会 那这样子 它就可以形成 一个minian vector space 但是 假设 我把它加一点点限制 假设 它在0的地方 L的地方 通通都等于0 请问一下 它会不会形成个vector space 你发觉很幸运 因为它是等于0 假设另外一个例子呢 假设 F在0的地方等于2 请问一下 这种fx 可不可以形成一个vector space 不行 为什么不行 因为你规定它等于2嘛 假设我一个f0 再加上g0 你说你不管你是怎么样 只要任何一个x的函数 在0的地方 它就一定等于2 那2加2就等于4啦 它又不包含2 所以你又超出范围了 它就变成不是vector space ok 那这样子 你就可以了解 我们怎么来定义这个规则 那这个是 应该是这样讲 我们刚刚是说 我们有个collection of f of x a collection 我只是把这个字 没有抄在这边 我有个collection是这样子 有效空间是这样 也就这里面的 collection是什么意思 假设我一定要写成一个大瓜糊的话 collection是什么 可以有记得 反正符号随你写 一大票 对不对 我们的规则是不是 你随便找其中两个人 加起来结果还是要在这里面 所以呢 我是不是fx加gx 只要等于mx 就ok了 任何一个管理是怎么相加 都属于这个collection里面 那就ok 但是下面的那个 它是告诉我 这些所有的东西 再等于0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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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东西等于0的地方 通通等于2 这种collection 这种collection 会不会是个linear vector space 不可能嘛 比如说我把这个加这个 这个加这个 不就变成4了吗 这里面有哪一个 x等于0的时候 它会变成4 没有 因为当初我们只collect 只收集 x等于0的时候 是等于2的这些 函数而已 所以那个函数就 就是说 这种collection不完整 知道吗 就是这个意思而已 因为这个完整度啊 很重要 尤其我们怎么去解一个东西 它怎么代表一个信心指数 ok 我们到时候都可以看得到 我们马上就要知道了 好 我们现在呢 再来讲一个东西 definition 3 它最初是讲 minial independent 什么叫minial independent 假设 if a set of vectors 它用什么特色呢 它可以写成这样 你把这个vectors做线性组合 它加起来通常等给你 那么这个时候呢 假如说这个时候唯一的状态会成立 就是这个一定要等给你 ok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set of vector呢 is a linear independent set of vector ok 你说这个太简单了 我们打个简单比方 比如说有一个xyz桌标序 当初我们xyz桌标系统 为什么要这样子取 我能不能取成这种xyz桌标系统 这样子 好像 上面这个是我们熟悉的 各垂直于对方 这个不是 是 那么我空间当中的任何一条向量 我是不是在这边呢 我可以把它分解成什么样 这几个 比如说这边叫做ax 这边叫做ay 这边叫az 所以a是不是会等于 这个我要写 黄色的好 a是不是会等于ax 乘上x的单位向量 ay 乘上y的单位向量 az 乘上z的单位向量 它是不是可以写成这样子 对不对 但是下面你能不能写成这么单纯的 很难啊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轴呢 都可以投影在另外一个轴上面 都有一定的量耶 你看看这个z怎么投影在xy平面上面 投影起来有没有值 没有值 但是这些都会有 ok 那这样子就不行 那这个样子的时候呢 你告诉我 假设当有个向量的长度等于0的时候 请问一下 它投影在每一个轴上的量是多少 就是0嘛 所以说假如说你有一个解 你有一个解 或者是你有一个vector 形成一个set 其实我不是space 一个set 你把它做信心组的时候等于0 那这时候唯一的解 就是a所有的系数通通都要等于0 就相当于1 就相当于我们这边讲的这个case 假设这个a等于0 那所有的系数通通都要等于0 那么这个时候的这个x单位向量 y单位向量 z单位向量 这三个是linearly independent 是线性独立的 它这样讲起来也很简单啊 各位有学过很多线性独立的东西 有什么东西是线性独立的 有什么函数是线性独立的 sinecosine 记不记得 有没有学过复利液展开来 复利液为什么要对sinecosine展开来 很简单嘛 因为它每一个展开的项目 都是互相独立 就相当于a 我对着x单位向量 y单位向量 z单位向量 把它展开来一样 这样很方便啊 这样不是很好嘛 对不对 什么时候我们还会需要用到这样子 假设今天你生病 好难受 我过敏了 医生就给你一颗药 抗组织展 吃下去之后呢就不过敏了 结果你一吃下去之后 全身软掉 怎么会这样子 这个药应该只是针对我的过敏 让我不过敏而已 结果我为什么全身烤掉 很明显的一件事情 它这个药 的药效并不是单独针对一种症状 它会有副作用 对不对 就相当于说你把这个药呢 对着你身体状况做展开来 结果你的鼻子的过敏 跟身体的反应 两个不是互相独立的相量 所以这个时候药一吃下去啊 全部都有作用 你整个人就垮了 那就很麻烦 对不对 最近股票不是上涨下涨很多吗 你能不能找到个单独的因素说 今天股票就纯粹是因为它而产生的 没有啊 或者找出几个因素嘛 也就是我能不能把这个实际上复杂的状况做很多 展开来 让每一个因素都是独立的 那这样不是变得很棒吗 对不对 OK 那假设我们做得到 那就很好了 OK 所以我我常常会跟大家讲就是说 学物理的人呢 事实上只会一件事情 什么东西都把它拆了 OK 时间一系把它拆了 对不对 装不装了回去不管 数学也把它拆了 所以你看你学普务的时候 一开始一维运动 两三下解决了 学二维运动的时候怎么办 把它拆了 拆成两个一维的不就得了 三维运动的时候呢 把它拆了 拆了三个一维的 最后再把它加起来就好了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一维二维三维 就相当于这边一样 你要找到能够独立的 independent的set 才有办法拆 要不然你总不能拆了拆去 彼此都有关系吧 那这样不行 OK 好 还有什么呢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好不好 请看一下 这边呢 我这两个组合起来而已 我定义几个东西 请问一下 这一二三 这三个set 这三个set 一二三 有没有办法 有没有办法 形成个linear independent 有没有办法 你看看 观察一下 你发现好类似哦 你看看 这边只有一个1 这边有三个1 对不对 这边只有这三个有数值 所以0的地方大家都一样 所以是不是我可以 凑一凑一下 凑一凑 凑一凑 我是不是凑一误咔对 三 不不 die 可不可以當这两个的排列组 先把et 但这边要变成凑一的话 这边就要变成覆二 假设这边变覆二 是前面乘以负二的话 大家都变负二 那负二跟零加起来又是负二 好像就对了 是不是他可以写成这样子 其中的一个 可以由其他的线性组合 就代表一件事情 他们三个根本就不互相独立 不信你把它写成一个 等于零的符号 一减掉二 减掉三 等于零 是不是subvention 单独的前面乘上细数 他也等于零 没有错 他这么一加二加三 前面都有一些细数 加起来他也等于零 但是你 这边是不是每个细数都等于零 no 这个等于正一 这等于负二 这等于负一 根本就没有一个等于零 所以他根本就不是互相独立 一定要吻合那个才会是互相独立 在那种状态下面就告诉我们 就相当于我们的坐标系统 因为他是互相垂直的 当我A等于零的时候呢 他所有的投影量通通通等于零 OK 他不会因为互相抵消掉 让他为零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好 那我们再来介绍一个 definition 叫做dimension OK 我们从最前面开始呢 我们就跟大家建构一个叫做space space就是有很多单元组合而成的 你可以有无穷多个建构起来 但是在无穷多个里面 你要是能够找出 有哪几个重要他们是互相独立的 就好像 我这个也是个相量 这也是个相量 这也是个相量 我随便转一圈 我有无穷多个相量的 不只是这样子 我可以长一点 短一点 对不对 我这么多相量里的这个组合 事实上只有两个相量 是independent 只有这两个是垂直的 我用这两个 就可以建构出所有的东西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说 因为我这个collection里面 只有两个相量 你随便选 只有它是垂直的 那么我就可以建构出 这整个的collection的话 这个空间就叫做二度空间 讲老半天都废话 这样不是二度空间叫做什么 对不对 那三度空间就多一个 对不对 四度空间又多一个 所以dimension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the maximum number of linear independent vector 就是了 所以呢 纵使我们学的符号不一样 它可能是像那样 可能是这样虚拟的符号 可能是矩阵 可能是函数 不管它 你全部都回到相量来思考 什么都使用 OK 所以你看看 它的定义是不是很简单 只要你在这个set里头 在这个 在这个space里头 找出它最大的 最多的 independent vectors 那么这个number 就是dimension 所以我们刚刚就说了 我们vector space 可以是时速的vector space 可以是虚数 可以是负数的vector space 你有多少dimension呢 就写在上面 这样就好了 OK 那么这些 能够达成你这种目标的 这些特殊的vector OK 因为我们collection是很多嘛 特殊的这些 我们把它称之为basis 称之为 称之为这个vector space的basis 就好像在 xyz坐标里面 xyz这三个轴 就是这整个立体空间的 三度空间的basis 有这三个 我就可以建构出 这空间任何个地方的状况 就是了 OK 那刚刚有讲到这件事情 这个本身呢 也是什么 is unique 假设 这个是basis的话 这一种的形式 只有一种形式 会存在 就是当前面每一个系数 通通等于 好来 这个证明都不用证明 反正你凡事 就是回到xyz坐标来 你要是做这一章的任何题目 你忘掉怎么做 请你回到xyz坐标来 想一想 什么都跑出来 OK OK